主动新世代台中大卫来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吴怡婷 我们常说一个进步移居的城市 绝对不可能全靠政府的力量 我们常说这个政府力量有限 但名利是无穷的 所以有许多的NGO组织就这么的诞生 那我们在台中更常听到的是INGO 那什么是INGO呢 然后INGO的导入对于台中甚至是台湾 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还有我们常常听到的社会赔利工程计划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呢 都在今天的节目中来告诉大家 马上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 我们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吕建德 吕局长 局长欢迎 美丽的怡婷 还有我们所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局长那今天就好好的来跟你讨教一下 不敢不敢 是那因为其实这个NGO团体 其实常常听到 但是我相信还是有一些民众不是很了解 到底这个组织是在做什么 那跟台湾甚至说在台中 或者是跟个人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台湾是1987年解研 那这个是一个台湾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那个我们解除戒业之后 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一个社会力充分释放 那我们台湾也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民主时代 但是30年过去了 我们现在目前可能有必要就是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那么其实NGO在英文里面 它是几个字的签写叫做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所谓的非政府组织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说 这个非政府组织有什么关系 我有事情找政府就好了 这个其实观念上面 我想我们大家有必要再来讨论一下 什么叫民主 到最后也是我们人民自己要当家做主 最后也是要靠自己 当然你政府的那个部分 那最主要是说授予它的公权力要去执行 但是最后的一开始的发动者 甚至监督者 还有其实最重要的 我们的评价 其实最重要事实上都回到我们人民身上 那么在政府跟人民中间 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一个媒介 事实上就是在西方国家 先进的国家都有很多很进步的社会团体 那这一个比如说我们最近大家 我们观众朋友非常关心的像空污 空气污染的这个问题 当然空气污染大家知道成因很多 但是呢它要解决一定要民间跟政府大家携手合作 那另外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也非常关心 这个现在越来工作越来越困难 导致的贫穷的问题 那贫穷问题其实很多 我们台中当然有食物银行 食物银行就是最明显 就是我们政府结合的民间大家共同来打造一个安全社会 还有比如说最近大家也很关心的像长照啦 或者像比如说运输等等这些 这个都需要我们的整个建户和民间 大家携手来解决问题 所以这就是NGO的一个部分 那什么又是INGO呢 OK那很简单就是NGO前面 我们加一个字叫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的 那当然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特别爱台湾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个国际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知道嘛 台湾的外交困境很困难 一个人的阿共啊 北京的一个人都会打压台湾啊 所以对于台湾 可是北京非常害怕台湾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有非常强劲的非政府组织 各位知道前段时间 有一位我们的整个台湾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NGO的活跃 非常活跃的这一个先生李明哲 他到中国大陆叫北京携起来 北京是怎么要携起来 因为他就是说北京表面上看起来非常非常强 其实事实上他内心是非常非常惧怕的 你越强越极权的政府 其实他对于这些NGO组织 他反而越害怕 那这个事实上是对于台湾而言 这是我们的强项 因为我刚刚说了台湾30年的发展 我们有很多很多其实以你为傲的 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强劲的 我们有非常强劲的公民社会 还有我们的这些NGO组织 这些经验呢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环境保护 我们的这一个劳工的这一个运动 还有比如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像民主人权 这个经验其实我们台湾都可以输出 甚至必要的话我们就输出到中国去啊 所以其实就是在培养公民的力量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啦 北京一天到晚在国际上打压我们 我们在国际上面我们就用NGO打压北京了 这个就是也是我们的战略啦 这是我们的安全战略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政策 好所以呢在于这个部分 我们台中特别的强调要来提倡 就是INGO的部分 就是希望提升我们的公民力量 然后让大家内心越来越强大 甚至达到我们的地方治理 每个民众自己都可以来管理自己的城市 我昨天才刚跟加农市长 我们有一个我们有个早餐汇报 有个讨论 其实林嘉隆市长各位知道 他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 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台湾的民主化 他就在说 他说 其实说是 政党換来換去 为他不然就是我们的人民 我们人民事实上是在这个土地上 最重要的这个主流 可是我们的人民要用什么方式表达出来 监督政府 其实最重要事实上就靠我们的NGO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整个台湾 未来我们的整个永续发展 最根本 所以这个也是加农市长他为什么特别 重视这一个这个计划的原因 是好 局长那这个部分 这个NGO的部分 在台中活跃吗 OK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人才的培育 等等的 其实我来台中担任社会局长 老实说我真的个人感到非常光荣 而且老实说 我觉得台中的这一个公民团体 还有这个社会团体的非常活跃 就是我们在 因为我也是研究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有一个名词叫社会资本 什么叫社会资本 就是说我们的民众参加这些团体的比例 其实我当然还没有做过正式研究 但我在外面跑的感觉 我们台中的这个社团 非常非常活跃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的四大社团 我们有福伦社 同济会 还有这一个 还有狮子会 清商会等等 这个在台中非常活跃 还有第二种类型呢 比如说我们台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慈善会 在帮忙我们的一些就是比较难 那其实很多的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的社团 只要就是我们社会局跟他们来反应 或者政府来跟他们反应 他们马上就会站出来 其实名利真的是像刚刚主持人说的 真的是名利无穷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我们政府这边的工作 其实主要事实上在供给跟需求面 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社会上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供给面 我们的社团 力量也非常强 政府要做的应该就是把两边 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媒合跟结合 是 其实我会发现到就是我们的一个社团的力量 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大 像刚刚提到的一些福伦社师子会 同济会 还有很多很多的慈善会 每到像 其实他们的一个面向 大概都是在推动我们的社会救助 甚至是社会发展的部分 都可以来帮我们的政府做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量 是 那局长 那在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还有分 听说有三部曲 对不对 在做这个社会赔利的一个部分 这三部曲我们是怎么样做个规划 希望让台中在这个培育我们的公民力量 或者说志工的人才部分 要怎么样做一个规划 OK好 这个是林嘉隆市长他非常重视的一个区块 那我们现在目前有一个所谓三部曲 或者三步走 这个三步走 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会 我们已经挑选三个地方 一个是在台中公园旁边的这一个国资图 金武分馆 听说那边很多事实上就是老台中 台中念台中一中二中 台中女中 以前考联考都会去那边准备考试 然后顺便谈个恋爱 就是在国资图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把它要做一个整件 预计二月就会正式开馆 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正在招兵买马 来就是说有志的这一个青年 像怡婷 或者就比如说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 进步的社会团体 我们邀请他们进驻 第二个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斥资7.2亿 林嘉隆市长 这个非常非常支持 在我们的这一个美村路 以前是联勤招待所 我们会盖一个地下三层楼 地上九层楼 在这一个全台湾 可能也是全亚洲现在目前最大的 非政府组织中心 非应力中心 第三个我们会在雾峰 雾峰的这一个光复青春那边 我们已经林嘉隆市长 已经跟蔡英文总统报告过 总统也非常支持 我们在这边就是要引 就是刚刚说的INGO 那这个三部曲的重点在于就是说 我们希望在这里面能够去打造一个 去吸引最有创造力 最有创新力的非应力组织 或者社会企业或者青年 他们能够进入到这一个 其实事实上 各位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你想象 它等于就是一个足科 它等于有一个像科学园区 在这里面是最好的一些头脑 希望能够去透过理念创新 组织创新 技术创新 去解决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各种市政问题 还有甚至国家问题 那所以我们你可以说 金武分管是以台中为中心 是 我们的美春 美春路的这个 我们的这一个社会创新计划 是以全台湾为中心 可是非政府组织 我们的目标是放在全亚洲 所以这是一个三步走的 三步走的一个策略 那这一个一旦能够做起来的话 其实我们台中的国际化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成功 因为刚刚说的 就是说 我们是希望在这里面能够去 透过这一个平台的建立 然后去吸引最好的一些社会企业 他能够进来 能够进驻 然后大家彼此先透过一些经验的交流 或者说透过一些研发 透过一些know how的一个相互的一个媒合 其实就有点像一个创新园区 但这个创新园区 它主要事实上是要解决社会问题 比如说你的空屋 我们的空屋到底要怎么样去有效解决 或者比如说我们的交通 交通主射的问题 你怎么样去透过有效的大数据分析 等等这些去做解决 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街友问题 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一个老人 我们现在目前 全台湾现在面临高龄少子化的问题 小孩子大家都生 那这个 你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些比较有效的 大家年轻人 其实真的年轻人 真的是我们全台 我们因为台湾地下人仇 真的台湾的要能够走出去 就是客家的少年 然后他们彼此之间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原地 让他们彼此之间去提出一些讨论 那你如果说你这个方案 我们觉得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话 我们就主动帮你 媒合这个企业界 或者甚至就是说金融界 他们会拿钱出来帮你实现这个计划 那这变成一减二架 你自己就是说能够透过这一个好的idea 能够去解决这一个社会问题 但是又能够在这里面能够有获利 这事实上是一个最好的 最好的一个方案 是 所以等于说我们市府是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然后邀请这一些NGO组织进到这个平台来 之后我们政府这边会提供给他们一些 我们现在的社会问题 还是说他们自己会去寻找 其实这些基本上这些问题 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 我现在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对外征建 我就看那些案子非常有趣 比如说就有一些团体 他们就会对于中区再生 中区现在目前没落 那你要透过怎么样的都市规划 是 重新的让我们中区重新再生 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老人照顾 大家都说我们照顾服务员 因为工作条件不好 那就有人说我们可不可以透过机器人 照顾了机器人 这个是属于技术创新 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这一些空污问题 那我们怎么样去有效的 透过对于现在目前的一些 比如说二行程机车 或者说对于这些 我们现在一些工厂的锅炉 的这一个管制等等这些方式 那我想这些基本上都是民间 事实上 就我刚刚回到我刚刚说的 民主到最后真的是人民做主 那我们现在目前就要想办法 把这个最有想法的这些进步团体 他们的一些idea 把他们透过一个平台 把他们集合起来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最主要事实上各位想象就是说 他有点像一所大学 有点像一个学院 对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的非我们这些 非政府组织 或者说非应力组织 彼此之间他们就可以 进行最好的这一个经验交流 那我们也会请最好的老师 来给大家上课 那大家去彼此之间互相讨论 激荡出一些可行的方案 那我们经过评选之后可以的话 这个钱就会一些可行 一些所谓天使基金 就会下来依注 然后这个就变成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循环 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 就像我们之前讲到 其实我们看到政府某些政策 其实我们自己 人民私底下都会讨论 对 没错 这应该可以怎么做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发生的平台 没错 现在透过NGO的一个组织 我们台中市政府 要创造一个创新的一个产业出来 就是让大家 让人民来发生 然后自己来统治自己的城市 没错 没错 让城市越来越好 蛮好的 其实真的归结到最后 这座城市 还是属于我们的市民 那么这个 这个国家 最后还是属于我们的人民 是 那家庭市场常常讲 我们政治人物 来来去去 但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我们要是 能够提供一个最好 最有效的一个平台 让大家彼此间的想法 能够在这边最有效的 能够来提供 是 好 那接下来如果说 您本身就是NGO团体 或者是 有想要在 新成立新的NGO团体 然后呢 怎么样来进入到 我们的一个创新园区里头 等等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讯息 还有未来我们在这个 INGO在雾峰这边 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说回来告诉你 嗯